第一個從顏色 你看果乾 如果各位你自己把水果切片 薄薄的切片去曬乾 或者是在家簡單做 你就切薄片 蘋果切薄片 微波爐給它跑幾次 它就變那個 對啊 還有烘果乾 對 有機器 但是那個比較 時間要很長 那個你放進去10個小時 20個小時 微波爐其實是比較快速 你如果自己做 或者是曬乾 大太陽給它曬個兩三天 變乾對不對 它絕對不會是原來的顏色 這一點大家一定要記住 所以有時候 你會發現你去逛夜市 你看到奇異果乾 竟然比新鮮的還要綠 對 那個就有問題 剛剛這個菜就很綠 這個就超綠 這個非常綠 你會覺得它幾乎是原來的顏色 對 它應該會變黑 如果它真的 就像你油炸 或者剛才蘇星講的 你用這種冷凍乾燥技術 它可以保留顏色沒有錯 但是如果你是用傳統這種方法 像果乾類 像那種芒果乾類 你用曬的絕對不會像芒果這麼黃 對啊 像鳳梨 也不會像鳳梨這麼黃層層的 一定會稍微偏暗一點 這是最基本的原則 第二個 還有一個 越濕潤 對 因為濕潤又好吃 但是越水分越多 也越容易怎樣 細菌也喜歡吃 對 所以你在包裝上 我建議大家再挑選果乾 最好是包裝完整 越濕潤的 最好是真空 密閉 這樣的話 你從成分來看的話 從成分來看 它防腐劑的用量會比較少 所以這幾個原則 還有味道 果乾乾燥下來 也不要再加什麼香精 就是天然的果香味 就夠了 就夠了 如果你那種味道 你手摸一摸 很簡單判斷 你拿吃這種果乾吃一吃 你手洗過還聞得到味道 那絕對是有香精 你手聞還聞得到的話 那如果是天然的葡萄乾 你這樣吃一吃 你手不會有葡萄的味道 洗過只不會洗過 真的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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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